请先开经本第六十页 经本第六十页 从最后一行 最后一句看起 又有无数声闻之中 神智动达 为力自在 能与掌中似一切世界 我们继续看 第十三品 为我们讲的第二章事情 前年第一章事情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寿命长久 不可成绩 无量手 诗 礼 上一堂课 为大家报告了 接着第二章事情 告诉我们 这里只说 这里只说无数 那么这些声闻众 神智 是动达 为力自在 能与掌中 此一切世界 所以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这些声闻众的神通能力 你都已经通达 没有障碍 至少了阿罗汉的境界 那么第二章事情 那么第二章事情 那是要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人数之多 由十方诸佛国土 特别是我们这些 忠下更新 没能断烦恼 处理六道的 我们相信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 待业往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那么极乐世界 又给我们讲的三种身份 经里头我们看到的天人 所谓的天人 我们这种 没有断烦恼 扶烦恼而已 去到极乐世界 神凡圣同居土 天人的身份 还有两种 神闻众 菩萨众 但是您要知道 诸佛国土里头 十八界里头的 这些神闻众 菩萨众 对这个净土 念佛法门 男性之法 你要他们 深信这个法门 法愿求往生 男 阿弥陀金 所谓的 世尊为我们宣说 这男性之法 特别指的是 这两类人 男性 换一句话说 从诸佛国土的 这些阿罗汉 辟知佛 说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少 不多 一直要到一阵法界 去的这些菩萨 那个才 相信这个法门 但是你看 经里头讲了 无数神闻之众 这神闻之众哪来的 都是我们这些 待业往生的天人 我们去的就是天人的身份 我们在极乐世界 修行 很容易就 修到断烦恼 正阿罗汉 那么重点是在 这个人数太多了 想当初 我们临终的时候 只吃名号 道道一心不乱 蒙阿弥陀佛皆隐 你想想那个时候 我们是什么个境界 什么禅定功夫都没有 浮烦恼而已 心中只有一念阿弥陀佛而已 但是见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为神力加持 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永远浮烦恼 去了极乐世界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照样是浮烦恼 百业往生 百业往生 勉强 算个天人的身份 而阿弥陀佛 设计好的 这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的条件 都是让我们修 请尽心 提升我们境界的 换一句话说 从我们待业往生 这天人的身份算起 一直到断烦恼 时间很快 也就因此 极乐世界 有无数的神闻之重 这些神闻中 不是诸佛国土 往生去的阿弥陀 是我们这些 没有断烦恼的天人 我们去到极乐世界以后 很快就断烦恼 也就是说 六道里头 去的最多的 是我们种下 更性的凡夫 那如果你说 阿罗汉这些全教菩萨 他要肯往生的话 当下就往生 能往生 但是他们难信 我们神信 就有机会往生 就有机会往生 你明白到 原来 那么多的神闻之重 而且 这神自动达威力自在 掌中持一切世界 那么这个是表现出 断烦恼的这些阿罗汉 他们的神通威力 这个是讲自己修行 断烦恼的功夫境界 而不是指佛力加持的那五种神通 能与掌中持一切世界 这一个圣人 对一个世界的状况 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 那么这一句是赞叹 像这一类神闻中 他们的神通道理 那么想下 一段长的经文 释尊用两种方法 来给我们 形容也好 比喻也好 他刚才讲的这一句话 极乐世界 无数神闻中 这无数 数不清 那到底有多少呢 佛用了两种方法 一个用算计 一个用比喻 大概呀 我们从佛的这种说法 对于极乐世界 身闻中人数之多 我们有一个概念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请看经文 六十一页 第二行 看起 我弟子中 大目间连 神通第一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 新秀众生 于一昼夜 息之其数 假使 释放众生 息成圆绝 一一圆绝 受万亿岁 神通 接入大目间连 尽其受命 尽其受命 竭其之力 息功 推算 比佛会中 深闻之数 千万分钟 不及一分 我们看这一段 那么 世尊说 我弟子中 神通第一的大目间连 那么大目间连的神通 对一个大千世界 所有这些新秀里头的众生 大目间连的第一神通 用一昼夜 息之其数 先 为我们介绍 神通第一的大目间连 他的神通能势 有多大呢 一个大千世界 诸位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讲习里头 我介绍过 以一座须弥山 作为中心 须弥山 往上 二十八成天 向左右 伸展 九座山 八座海 这个叫一个单位世界 一个小世界 那么现在 有所谓的 一座须弥山 为中心 再加上这个九山 八海 跟二十八成天 相当于科学家说的 一个银河信息 因为银河信息 它也有一个中心点 称为 毁动 那么 集一千个须弥山 一千个小世界 一千个银河系 就叫一个小千世界 集一千个小千世界 就叫一个中千世界 再集一千个中千世界 就叫一个大千世界 那等于是 一个大千世界是 一千 乘一千 再乘一千 总共是 十亿个 须弥山 小世界 十亿个银河系 那么大的范围 那这样大的一个大千世界 一般 就是这尊佛 他教化众生的范围 就在这个大千世界里头 我们说十亿个银河系 那么大吧 他说 大目间连的第一神通 对于十亿个银河系 你这样大的范围 这里头 所有的这些星球 这些星系 这就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那你说每一个星系里头 所有这些众生 那又有多少呢 你看 就是我们地球 不只是人口而已 说众生 而大目间连的这种大神通 用一日一夜 一整天 用一整天的时间 他来算 细致其数 这个首先说出 目间连的第一神通的能使 假使 释放众生 吸尘圆觉 圆觉 那个境界呢 比阿罗汉要高一些了 那圆觉 他的神通能力 肯定又比阿罗汉要高了 那么这个 世尊做一个假设 他说比如了 这个 十方世界的众生 都 断传好 救过了 证到这个 辟知佛的果位 那么 一亿圆觉 每一个辟知佛呢 他的寿命呢 有万亿岁 那么高 他的神通能力呢 也像大目间连那样 能够在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新秀众生 于宙夜 悉知其俗 那佛要说的是这一句话 这一些 一亿圆觉啊 尽其寿命 就是用万亿岁的时间 结起止力 就像刚才 目间连一样 一天一夜就能算一个大千世界众生的人数 那个只是讲一日一夜 那现在这一些辟知佛用多长的时间呢 用万亿岁的时间 来算极乐世界的人数 尽了他的智力了 西功来推算比佛会中的升文之数 比佛会中 就是极乐世界 大家听好 大目间连 用一日一夜的时间 能够把一个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人数给算到 那么现在辟知佛呢 用万亿岁的时间 你算把每一天也算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用万亿年 来计算 来计算极乐世界升文之数 能算算吗 能 算出来了 多少呢 千万分钟 千万分钟 不及一分 意思就是 辟知佛用万亿岁的时间 那个算出来升文的数量啊 不过是西方极乐世界升文中人数的 千万分钟 连一分都还没到 如果我们真的拿这个计算机来算的话 那恐怕计算机都被按爆了 那人数 真能这样算出来吗 确实算不出来 但是我们从世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机 先让你有个概念 大目尖连神通第一 一日一夜就把大千世界 所有这些心秀众生 人数通通算出来了 辟知佛用万亿年的时间 他的功夫也像大目尖连一样 万亿年算出来的这个数目 相当于极乐世界 升文中 总人数的千万分钟 连一分都还没达到 我这样给大家介绍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这个真的 人数太多了 佛为什么 特别的要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前面第九品经文 正中分 那个极乐世界介绍 一开始世尊就说了 极乐世界 成就到今天 十节而已啊 你这个十节 不管它是十小节了 还是十大节 那哪怕是十大节 这要跟无量节来对比的话 那个这个十节 时间还较少 那诸位 重点就在这 极乐世界到今天 还是个新世界 十节而已 但是 往生去的人 特别是身文重 就已经用这个 辟知佛 受万亿岁 以大目间连的这种功夫来计算 到最后 还不过是总人数的 千万分钟 连一分都还没达到 这才是重点 要我们知道的 我们说念佛求往生啊 净土念佛法门 跟断烦恼法门 这相比较之下 净土法门叫 异行道 断烦恼 那个叫难行道 而在阿罗汉 辟知佛来说 又不难啊 难行是对我们这些 没能断烦恼的反复说的 因此我们选拨 念阿弥陀佛求往生 一行 但是又有人认为 今天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啊 真正可以往生的 能有多少 意思就是说 你莫要以为说 如果净土念佛法门一听到异行道 就以为他很容易得生啊 那你看你念佛念了几十年啊 咱们看过多少个往生啊 换一句话说 净土念佛法门 烙在今天咱们手上 又叫一个不容易得生的法门啊 那这样的话 恐怕我们这些烦恼习气 业障很重的反复 就没有指望了 对着念佛求往生 决定往生的这个信念没有了 你就失去了往生的机会 而世尊今天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往生不难 要真难的话 阿弥陀佛成佛至今才十节 十节的时间 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菩萨声闻之重 在西方极乐世界呢 而且刚才说了 这一些菩萨声闻 绝对不是十法界的菩萨声闻去往生的 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这些菩萨声闻 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大叶王生去了之后 我们很快就断烦恼 就变成声闻 变成菩萨 这是传达的这个讯息告诉我们 凡夫直持名号到一心不乱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蒙阿弥陀佛接引 不难 正如同过去永明大师 饲料箭里头所谓的 只要你有进土 万修万人去 你看大师这话是怎么说的 无禅游尽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无禅 这个念佛人 什么禅定功夫境界都没有 你说我们今天修行我们念佛 哪个可以真的说 修道有禅定功夫境界的呀 何谓禅何谓定啊 外不着相 叫禅 内不动心叫定啊 你真能够不取相 你真能如如不动 这才真叫有禅定功夫 我问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 多少个能够不取相 如如不动的 换一句话说 无禅 我们没能力禅 但是 有进土 什么叫有信愿信 而且是真信且愿老实念佛 叫有进土 虽然我没有禅定功夫境界 但是对于进土念佛求往生这一桩事情 我真信 我真信 决定要往生 然后念这一句名号呢 真能到支持名号 得意信不乱 大师告诉我们 你有进土 一万个念佛 一万个往生 等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我什么时候才得禅定 我什么时候才叫由功夫境界 这个福烦恼的身份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断烦恼呢 你看大师说的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啊 你要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 只要你化开见佛 见到阿弥陀佛 你还操心你不开悟吗 到真能见阿弥陀佛 那境界都已经是很高的了 化开见佛 无生人 无生人是 八地菩萨的境界啊 那个下下平往生的 只需十二节 就算你十二大节吧 啊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平往生 十二大节后才花开见佛 等于是 十二节你就是八地菩萨 那么从你往生哪一刻开始 要到正四国 断尽三界的这个见死烦恼的话 你说那会是十二节里头的几分之几啊 换一句话说 只要咱们服烦恼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按这样的推理的话 我们在极乐世界很快 你就断见死烦恼 那一断见死烦恼了 我们那个时候在极乐世界 你就不叫天人啊 你就不是在凡圣同居土了 你那个时候 相当于他方国土 断烦恼阿罗汉的那个境界 你就提升到方便有余土 圣文冲 阿弥陀佛成佛至今十节 佛用大目间连的这种神通道理 正国辟知佛的这个寿命 来西功推算 都没有真正能够算出 极乐世界 身文中人数之多 你说 如果这个法门难 何以有无数身文之重呢 那你说不难 为什么我们又没看到多少个往生啊 往生不难啊 难在我们眼前 看不破放不息啊 人家要禅定功夫才断烦恼的 我们无禅 只要有尽头 怎样叫做有尽头呢 眼前你真能看得破放得下 看破放下了 你心中就了五千挂了吗 你心里还想着什么 还怎么能让我想着呢 都看破了 都放下了 那因为我是直持名号的 所有 世间这一切都看破放下了 这时心里只挂着一句阿弥陀佛而已 那你说 信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不叫一心心念吗 你这一心心念是在灵终断气前 最后一念 马上与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西方三圣就来接引我们 有禅吗 没禅 不过是因为看破放下了 有净土 所以我们今天没净土 就是因为 我们仍然贪着留恋世间这一切 眼前恩爱眷属舍不得放不下 眼前的冤情在主 照样是舍不得放不下 为什么 那有可能说放不下我的冤情在主 你心中还有恨 那就说明了 你没方向 要面对着眼前的冤家对头的时候 你心里没有恨 连一点点的抱怨不满都没有 这个时候眼里看到大冤家的时候 只有惭愧心 忏悔的心 跟你结冤家 那都是我错了 那就说明你心中没有恨 你真正放下了 那财产名利地位 我这个就更不必说了 你看人家西方极乐世界 真叫四一得一四十得十了 再看看众生的烦恼习气 这就是我们这一生 自己得下功夫的呀 你总不能说我这边老是放纵自己的习气 欲望造罪业 一直熏习自己的习气 一直让自己造业 那临终的时候 你反而来怪阿弥陀佛没来接引我 你平时就放纵自己的烦恼习气 习惯成自然啊 你问问自己 到临终的时候 纵然连游旁边劝咱们祝念 恐怕咱们那个时候是烦恼做主 是习气做主 是恶念力做主 这一句阿弥陀佛 经过耳朵的时候啊 已经变成耳边风了 吹走了 你能怪谁吗 所以我们今天 老师念着一句阿弥陀佛 所谓的老师 看得破放得下 要把这四桩事情摆平 恩爱眷属 愿情在主 财产名利 烦恼吸气 你这四桩事情要放不下的话 任何一桩 都可能在灵命中的时候 搅乱不让你正念分明 你辛辛苦苦念了一辈子 偏偏到这个灵命中的时候 清净心正念 求往生的这个信念 被打乱了 不得一心 不得息念 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 感念道教 没能往生 那就是现在我们念佛 就是没能看破放下 所以才说 今天念佛法门 很难很难才看到 三两个人往生而已 但是原先呢 这原先人家 永明大师赞叹的时候 万修万人去 确实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去 只要你有净土 那对我们今天末法凡夫 我们要审切知道的那就是 虽然我们烦恼习气冲 虽然我们也不小心还会造罪业 但是 把这四庄障碍 看清楚明了 从我今天学佛念佛开始 就要学着如何对质 恩爱眷属 冤情在主 财产名利 烦恼习气 这个放下了 以福烦恼 待业往生 这个身份 升到极乐世界 天人 不管你 九品王生 什么个品位 刚才我说的 十二节 即化开见佛 物无神法人 咱们在极乐世界 天人的身份 决定很快 就能够断见私烦恼 因此 极乐世界断烦恼的这些身份中 有无量无数 世尊用 大目尖连 辟知佛 这种算计的方法 让我们了解到 极乐世界 声闻太多 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 只要掌握住 这个看破放下 老实念佛的道理 我们往生 确实不难 那么用了算计的 这种方法以后 世尊再用第二种方法 用比喻 我们看 世尊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形容 极乐世界人数之多 我们看 今文六十二页 第一行 辟入大海 深光无边 摄取一毛 细微百分 碎入微尘 一毛尘 沾海一滴 此毛尘水 比海数多 阿难 鼻目尖连等所知树者 如毛尘水 所谓知者 如大海水 大家看这个比喻 比如说 像深光无边的大海一样 那么现在呢 拿一毛 羽毛了 或者一条寒毛 这一毛啊 我还嫌它太大 细微百分 把这一毛啊 分成一百分 等于说 我现在用的是 这一毛的百分之一 这个太微诚了 太微细了 像什么呢 细微百分 碎的就像微尘那么细 所以称它为毛尘 那么用这个一毛尘啊 去沾那个大海水 沾一滴大海水 等于是 一毛尘上呢 有一滴海水 那么世诚问呢 这一毛尘上的水呢 比海俗多呢 跟那个大海的水来比呢 哪个多 这还需要说吗 一毛尘上的这一滴水 那不过是 深广无边大海水 不晓得多少千万亿分里头 还要再少的一分啊 不晓得大家 晓不晓得这样的概念 然后世尊说 阿难啊 前面讲的 鼻目间连等啊 就是刚才 像目间连这样的神通 像辟知佛这样的万亿岁 一起来计算极乐世界大众人数之多 结果算出来呢 他们所知数者 入毛尘水 就像刚才这个 稀为百分一毛尘 沾海一滴 那这一滴水 就是目间连 你们用万亿岁 算出来的这个数量 所谓之的呢 像那个大海的水一样 前面是用算计 现在是用比 从这个比喻 也让我们明白到 一毛尘上的这一滴水 如何跟大海水相比呢 那么这一些辟知佛 有目间连这样的神通 用万亿岁算出来 相当于 极乐世界声闻人数千万分钟的 一分都还没到 今天把它拿过来 不过是一毛尘上的这一滴水而已 在尘上 大海水 你说它有多少滴毛尘水 佛陀用这样的比喻 那也真是恰到好处了 经典里头 什么时候佛才用比喻呢 真的是到了 无话可说的时候了 意思就是说 佛也不晓得 要怎样把这个真实的情况 给我们说出来 所以他只好用比喻说了 你看好比是 佛给我们介绍 释放诸佛 粗广长蛇 这样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他说释放诸佛 到底有多少呢 还真的算不清 所以佛是用 横河沙树 那个横河的沙 又细又多 你想知道这个十方诸佛 有多少吗 那你就算算横河的沙 有多少 算不完是不是 那就诸佛的数量 算不完 所以凡是用比喻的时候 已经超出了 能表达的这个能力 那难道就不能够 真的有一个数量吗 有 但是这一种数量 不是我们能够究竟的 除非你成佛 为佛与佛 哪能究竟 为什么 到成佛了吗 只会圆满 无所不知 他自然知道 那佛你知道呢 你说呗 不是佛不说 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智慧 佛纵使说了 我们听不到 他们听不明白 甚至不能接受 所以佛才用 算计 跟 辟语的方法 来给我们表达 极乐世界这个声文众 太多 太多了 这又是一次 佛用这样的方法 给我们表达 极乐世界声文众 人数之多 那么 经文到这里 都是讲的 前面 又有 无数 声文之中 那么我们在理解上 更加上 这些声文众 就是我们这些 浮烦恼 待业往生去之后 很快断尽烦恼 我们就变成声文众 而不是 他方世界声文众 去往生的 末后 还有一段文 那是佛 给我们讲的 第三章事情 大家看末后这段文 请看 第六十二页 第四行 佛要讲的第三章事情是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无量寿 他的寿量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无量寿 那么 极乐世界这些菩萨 神文 天人 天人就是指我们这些 没断烦恼的了 我们的寿命 一二 也是这样 天大的喜讯 那极乐世界哪指阿弥陀佛一个人 无量寿呢 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菩萨 神文 天人 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人民 寿量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寿 也 不思 像前面那样 用目间连那种算计 或者用毛成水的这种辟语 所能够算出 极乐世界的寿量 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的无量寿 非是算计辟语之所能知 极乐世界大乘 菩萨 神文 天人 寿量 也不适用算计辟语 所能知之 阿弥陀佛无量寿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也跟阿弥陀佛无量寿 意思就是 极乐世界不生不灭 没有生灭就没有生死了 那么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打从我们当初代业往生 一去到极乐世界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生灭 再也没有生死 一直到你 圆满成佛 净土法门叫不死的法门 哪个不死 就从我们当初见阿弥陀佛 临终见佛 蒙佛接引的时候 从这一刻开始 不死 你说我们 这一期的生命 夜报生 哪能不死啊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 临终 最后一念 真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当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视现在灵命中人面前的时候 这个人死了没有 断气了没有 还没有 说是灵命中时 不是断气时 或者断气后 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放光加持得 出光安乐愿 这个时候 神师离开肉体 你没有任何的苦 这神师一离开肉体 你这个臭皮囊 这个才死 那 六道生死凡夫 无量节咱们 这是 此死彼生 这样的生生死死 你说断气 咱们不晓得断了多少回次了 这一次 但得见弥陀佛 没有死 没有断气 神师得佛力加持 这个时候 触光 你这个时候 生意柔软 连神师 离开肉体 都没有苦受 灵魂 灵魂进了这个 莲花胎 你是莲花化身 阿弥陀佛把我们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一刻开始 你 九瓶王身 你就是天人的神分 当然了 不是说 我一直就在这个莲花里头修行 后面会给我们介绍很多 你怎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从这一刻 以天人的神分 升到极乐世界的 凡胜同居 净土 极乐世界没有灰土 那么 佛告诉我们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寿命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两手 你这一期的生命 不会再有生死 一直到你圆满成佛 报神佛 有始无终 这给了我们 这个讯息 只要我们 这一身 福烦恼 带业 往生 极乐世界 自信 功德里头 所谓的无两手 无两手 单凭我们这个福烦恼念 阿弥陀佛 你就证得你的无两手 这有什么差别呢 一阵法界的菩萨 要开显自信的无两光 无两寿 那得到破一品无名 到华藏世界 去才得 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阵法界 我们以大业 往生的身份 去到极乐世界 就得无两手 师弟说的吗 我们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的寿命 一样 所以 这一篇经文 给我们开显 阿弥陀佛自信 无两寿 这无两寿的功德 第十二品无两光 第十三品无两寿 光和寿 所表显的 正是阿弥陀佛 他的正报状言 表显的就是 阿弥陀佛的信德 既然说到信德 一切众生 本来就具有 没错 只是 我们还在六道生死 不得手用 你今天 只要能掌握到 这个 浮烦脑带业往生的方法 只要咱们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现在是信心十足 因为极乐世界 有那么多的菩萨神文 去到极乐世界 我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两寿 我这个修行 就不怕我还会死去了 而且极乐世界 光明变照 你看 那十二光 前面给大家介绍 十二光 利益众生 都是帮助我们 这些 所谓浮烦恼带业去的 这些天人身份的 都是让我们 开闲 信德的 保障 那这样相比较之下 我们在五浊恶事里头 哪有这种 殊胜利益呢 因此你才不能犯烦恼 释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的 劝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慈悲在我们 灵命中的时候 请自接淫 把咱们从五浊恶事 带到莲池海汇去 你在希望极乐世界 真正得到 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自信 正报 得安 加持 我们得到的一切受用 都与阿弥陀佛 一样 所以一开始 以 阿弥陀佛的正报 来给我们 表现 只要我们 得往生 极乐世界 这一切受用 就跟 无量寿经 就跟 阿弥陀佛经里头 所讲的 是一样的 今天 时间到 第13品 受众无量 第13 为大家报告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 以此讲经 听尽功德 祈愿 进功老和尚 法体安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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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土 苦爱 若有 解温 赞 三土 苦爱 苏有 解温 苏有 解温 赞 三土 苦爱 苏有 解温 赞 李歇法师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八点欢迎大家再来网上听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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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